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熊猫反母厅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经典美剧反母片 24小时第三季的第21集 上集说道 戴决定不再听从史蒂芬的要求 杰克审问小姐得到了史蒂芬的电话 然后追踪到了他所在的位置 很快杰克和蔡斯赶到 将史蒂芬包围了起来 然而史蒂芬绑架了托尼的妻子米歇尔 要求托尼把后门包围他的特工掉到前门去 否则就杀了米歇尔 而托尼为了救妻子只能照办 当后门的人全部撤走后 史蒂芬便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回观上集让我们进入本集的剧情 本集故事发生在上午9点至10点期间 杰克还在警告史蒂芬让他赶快出来 但楼内却没有任何反应 然后杰克让人往楼内投放了催烈弹 蔡斯则带领小队进入了大楼 这时小贝赶到前门 说收到反恐局的消息 史蒂芬要从前门的盲点逃跑 让他们到前门增远 随后杰克联系了托尼 说他才是现场指挥 让小贝来前门 应该先和他确认一下 托尼表示 他们这组有人得到了错误的消息 结果说如果托尼管不好反恐局 就应该让别人来接替 随后更挂断了电话 而楼内的蔡斯搜索了整栋房子 也没有发现史蒂芬 反恐局里 克罗伊将蔡斯没有找到史蒂芬告诉托尼 并问他刚刚跟杰克说 反恐局这边有人犯错是怎么回事 托尼并没有回答 而是问亚当 刚才是否定位到了史蒂芬就在楼内 亚当说是的 所以他准备调出录像查看原因 托尼让亚当和克罗伊配合杰克 说他去调录像 然后托尼来到了监控室 删除了史蒂芬离开的录像 所以他便接到了史蒂芬打来的电话 托尼询问米歇尔现在在哪 史蒂芬表示 接下来他要和托尼谈一谈 他女儿小贱的事了 让托尼在小贱到达反恐局后看好他 如果小贱有什么闪失 米歇尔就死定了 这时 总统打电话来询问托尼 戴尼听说了他们没有抓到史蒂芬 让托尼务必看好小姐 现在他是唯一能阻止史蒂芬控制政府的人 关了电话后 戴尼来到会议室 看到了新闻里报道 基勒的支持率在下降 文说是因为基勒 一直紧盯着戴尼退出辩论的事 而警戒升级到红色 让人们意识到 基勒才是玩弄政治的人 杰克这边 赛斯发现史蒂芬住过这间房子 只是不知道他怎么逃走的 克罗伊说是卫星出了问题 随后杰克准备回反恐局 他也认识史蒂芬一定会打电话给他的女儿 车上 他联系克罗伊 让他分析史蒂芬跟自己最后的通话 看看是否能追踪到他 另一边 金已经带小简回到了反恐局 托尼让人将小简带去拘留室 金得知了史蒂芬没有被抓 表示不敢相信 托尼让他先去解释一下 图书馆开枪的事 而克罗伊在检查监控时 发现少了一段 他找到亚当 说录像少了一段 备份也不见了 如果史蒂芬真的逃跑了 应该就是在那段时间 克罗伊认为 反恐局可能有人给史蒂芬做了内应 希望亚当帮他一起调查此事 而托尼来到审情室找到小简 小简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像罪犯一样对待 托尼说这只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 但他们需要让他父亲知道 会不惜一切代价抓到他 并表示 他是这里的指挥 保证不会伤害小简 随后 托尼又接到了史蒂芬的电话 了解到托尼跟他女儿在一起后 让托尼将电话给小简 但托尼表示 自己要先和米歇尔通话 米歇尔接听后 表示自己没有受到虐待 在他准备说让托尼不要答应史蒂芬的要求时 电话被抢了过来 托尼确认妻子没事后 他将电话给了小简 所以小简问父亲 酒店里死了很多人是不是他做的 史蒂芬表示 政府只会扭曲事实 他做这些事都是有正当理由的 在得到父亲间接承认后 托尼拿回了电话 史蒂芬问他需要多久才能将小简带出来 托尼表示 制作通行证需要30到40分钟 史蒂芬让他一出反恐局就给自己打电话 而亚当这边 他查到了是托尼用户组的某人 清除了卫星监控录像 但具体是谁还不清楚 现在需要让托尼关闭系统 以便锁定 随后克罗伊接到了卫生部梅萨医生的电话 说米歇尔再被送去医院后就联系不上了 现在也不在医院里 随后克罗伊打电话联系护送米歇尔的人 同样也联系不上 克罗伊意识到可能出了问题 而亚当这边 他正向托尼申请关闭系统 托尼同意后 克罗伊又来找到他 说米歇尔那边有些不对劲 现在联系不上他 托尼谎称 因为他解除了NGS命令 不想让他们知道 他已经将米歇尔送去分局隔离 在那边工作 克罗伊问 那他怎么跟梅萨医生说 托尼说这件事他去解决 并表示 他刚刚跟史蒂芬通了电话 问克罗伊看看能不能去掉载波信号追踪到他 在克罗伊离开前 托尼叮嘱他去分析室做这些事情 因为这件事本应该亚当来做 但由于他姐姐的事 托尼表示有些不放心 此时 杰克和蔡斯回到了反恐局 亚当向杰克说了这边的情况 他们发现托尼用户组 有人清除了一段监控录像 史蒂芬很有可能是那段时间逃走的 随后杰克找到托尼 问他是否也认为局里有内奸 并表示如果真的有 他们需要向分局汇报 派特别行动组调查此事 托尼说他也有想过 但现在他不想打草惊蛇 将小点接走继续审问 托尼说他来负责此事 并表示他每隔30分钟都会向分局汇报 杰克虽然同意了 但他感觉到托尼的状态有些不对 然后他询问亚当 托尼是不是每隔30分钟都向分局汇报 亚当查询后表示 他这里并没有这样的记录 另一边 基勒正在商量如何应对知识率下降的事 这时 他的助理接到了雪莉的电话 说他有很重要的事要和基勒见面谈 基勒同意后 很快雪莉来见到了他 脸人简单的打过招呼后 雪莉说他已经听说了基勒支持率下降的事 他来这里 就是为了保证基勒能在11月份当选 因为他知道大卫是谋杀艾伦的同谋 基勒表示 他听说艾伦是死于心疼病突发 雪莉继续说道 这件事本来可以避免 当时艾伦的药就在他的手边 但有人阻止了他拿药 基勒问他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雪莉说因为阻止艾伦拿药的人就是他 并表示基勒能走到这个位置 肯定也做过些见不得人的事 而基勒表示他不明白雪莉在说什么 随后雪莉向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而大卫向警察撒谎 为他提供了不再赏证据 不过他留了艾伦要浮动的药瓶 可以证明大卫在撒谎 只要基勒拿着有他指纹的药瓶去找大卫 他保证大卫会退出竞选 他的政党也会乱成一团 然后就没有人可以阻止基勒在11月份当选 但雪莉要求基勒在上台后 给他在白宫安排一个职位 基勒问雪莉 他所做的一切 仅仅是为了在政府做一个普通的职员吗 雪莉说 他应该知道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而大卫这边 已经被病毒的事搞得焦头乱额 如果病毒没有完全控制的话 死亡人数还会提高5倍 这时 温来找到他 说他在基勒那边的线人刚刚打来电话 雪莉在那边正和基勒密谈 但不清楚他们在谈什么 问大卫需不需要自己去处理 大卫表示 现在洛杉矶正不断有人死去 基勒那边就有雪莉去吧 看他最后到底想怎么样 而史蒂芬这边 他发现反恐局正在通过 刚才与托尼的通话转接器寻找他们 虽然关机后不会很快找到 随后他来找到米歇尔 问反恐局是如何利用上次通话追踪他们的 米歇尔让他杀了自己 这样他就永远见不到小姐了 而史蒂芬表示 那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他长这么好看 托尼应该不会希望他毁容吧 然后史蒂芬联系了托尼 说现在有一把刀 正指向他弃子的脸 如果托尼不在30秒内停止追踪他 他可能就再也没有办法认出米歇尔了 然后托尼立即联系了克罗伊 让他停止追踪 并表示一会儿会跟他解释原因 这时 杰克来找到托尼 很直接地问他 为什么向自己说谎 他刚刚和分居通过电话 托尼根本没有什么电话汇报的事 托尼解释道 他的人在系统里伪造了微星录像 他在命令小贝撤离前就应该发现 当他意识到错误时 史蒂芬已经跑了 所以才会对杰克说谎 并表示 这个行动结束后 他就会辞职 而杰克认为 托尼犯错是可以原谅的 但掩盖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他不能让托尼继续留下 接下来他要接管防恐局 面对杰克强硬的态度 托尼只好同意 说他去让亚当把资料都传给杰克 所以托尼打算把自己被踢出 反恐局的事告诉史蒂芬 这时 亚当来找到他 说他找到了微星图像丢失时 无法提供不带上证据的人员名单 托尼说现在反恐局不归他管了 让他直接把名单传给分局 亚当走后 托尼联系了史蒂芬 说杰克应该解除了自己的职务 他应该很快就会发现 是他删除了录像 而他现在也没有权利带小简离开了 史蒂芬表示 他不管托尼用什么方法 如果不把小简带出来 米歇尔一定会死 同时让托尼带小简出来前 不要再联系他了 而此时杰克找到金 说托尼已经辞职 接下来他将接替托尼 代理反恐局主管 但他现在不相信任何人 需要女儿帮他监视和监听反恐局的所有人 而托尼这边又接到了克罗伊的电话 他找到了将托尼和史蒂芬通话录音 剥离的方法 托尼紧张地问他有没有听录音 克罗伊表示还没有听 现在正在运算 一旦运算完成 就可以分析生意的背景 来判断史蒂芬所在的位置 挂到电话后 克罗伊很快就提取出了两人的对话录音 得知了米歇尔被抓 就在克罗伊准备将此事告诉其他人时 托尼锁住了克罗伊所在分析室的电脑盆门 此时杰克让大家停下手上的工作 宣布了托尼辞职 接下来由他接管反恐局 托尼则来到审讯室 准备带小简离开 他向警媒说要带小简去分局 在警媒去确认时 托尼直接把他电晕 随后带走了小简 此时经发现 克罗伊已经15分钟没有更新表格了 联系他却也没有回应 然后就发现有人锁住了分析室 杰克怀疑克罗伊在对外联系史蒂芬 他立即来到分析室 让克罗伊离开电脑 克罗伊解释 是托尼把他锁在了里面 史蒂芬抓了米歇尔用来交换他的女儿 所有他们发现托尼已经带小简离开 杰克命令立即出警追踪托尼 而已经跑出来的托尼联系了史蒂芬 说他已经带小简出来 反恐局可能会在30分钟后找到他 史蒂芬给了他一个地址 说他到了那里会给他进一步的指示 以上就是24小时第三季的第21集 托尼将小简带回反恐局 而雪莉的出现 是否会给大卫带来新的麻烦 一期的发展有待下集介绍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并关注熊猫放听 我们下期再见